尹醫師他設計一款色譜L型的驗傷尺 L型驗傷尺 那這個要幹嘛的 這個其實就是依據不同的顏色 然後推論它的受傷時間 你可以看到有紅色 有那個藍色 黑色 還有綠色 還有黃色 其實這個代表不同的時間 那通常我們拍傷的時候 假設你身上有個傷 然後我這樣放下來 我就可以馬上比對你傷的顏色 然後推論受傷時間 假設 用顏色來表示時間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那譬如說 在這邊 譬如說有一個人 他帶小朋友過來 然後他的傷是黃色的 你看到小朋友身上是黃色 那依據我們的推論 紅色是兩天之內 那如果說藍色跟黑色的話 是兩到五天 那綠色是五到七天 黃色是七到九天 如果你看到一個小朋友身上是黃色的玉傷 然後你問你說 這個傷是怎麼來的 對 然後他說昨天 那你就知道那個人在騙你 對 所以有時候 這個也等於我的車黃尺 那當我看到小朋友 我就會問他 然後比對他上的顏色 跟那個驗傷尺上面的顏色 我就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跟我說真話 那還有一個大人的說詞 到底這麼正確 如果他剛說黃色然後他說是昨天 那我知道他接著所講的都是謊言 那你在驗傷的過程裡面 你發現那些打小孩的器具是什麼工具 目前是拳打 就是拳頭是最常見 對 拳打腳踢 就是我們說這個是人生武器 然後拳打腳踢你的拳頭你的腳 那還有用牙齒咬 大人用牙齒咬小孩 對 所以這個咬痕也是 咬哪裡 咬身體 那通常是咬手 咬身體 所以都有 所以除此之外 你覺得用手咬是在什麼樣的情緒下 會用手咬 用嘴咬 這個是就是他身體可以用到的武器 像嘴巴有牙齒可以咬 然後手就是用拳頭打 那這個腳就是用腳踢 那個咬到多嚴重 有 其實咬痕有不同的 如果說輕輕的一個咬痕 可能就是圓圓的 紅紅的 可是如果說咬得很厲害的話 甚至你會怕 發覺旁邊都破皮 所謂的擦傷都會出現 甚至遇傷也會出現 所以你看到咬成這個程度 那麼嚴重的話 那那個絕對是耳目的